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,安克拉治市人口为291,247人,约占该州人口的40%。 安克雷奇都会区包括安克拉治和临近的马塔努斯卡苏西特纳兹治市,2020年人口为398,328人,占该州人口的一半以上。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,安克雷奇都会区人口为398,328人,是美国第四大城市。 面积为1212平方英里3140平方公里,比最小的州罗德岛州还要大。 1915年阿拉斯加铁路开始建设时,安克雷奇最初作为靠近传西河口的帐篷城定居,但在1920年11月被合并为城市。 安克拉治市面积为1706平方英里4420平方公里,是美国第四大城市,比最小的州罗德岛州还要大。 面积为1212平方英里3140平方公里。 1915年阿拉斯加铁路开始建设时,安克雷奇最初作为靠近传西河口的帐篷城定居,但在1920年11月被合并为城市。 安克雷奇都会区面积为1961.1平方英里5079.2平方公里,其中包括市中心、联合军事基地、几个郊区社区以及几乎整个楚嘉祺州立公园。 因此,直辖市或直辖市的人口不足10%,构成城市主体的100平方英里区域中。 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是位于该城市源头的夹角,通常称为海湾。